這焦點要來看到是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 在節目當中喊出來說三黨不過半的狀況之下 未來行政院很可能被倒閣 這被外界認為說是在校正準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這個人選必須要用藍白兩黨認可的人選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黨一個黨可以單獨過半 所以未來可能會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就是說如果說行政院長的任命 你沒有經過多數的同意的話 未來他也有可能被倒閣 喊出未來行政院可能被倒閣 民眾黨發言人陳志涵在節目上的遮習話 引爆爭議被認為是在向賴清德嗆瞎 隔魁任命要用藍白認可的人選 所謂倒閣權是憲法裡面有賦予相關國會的權限 那目的就是希望行政權跟立法權 他有一個互相制衡 所以不是拿來互相毀滅 黃珊珊出面緩家認為倒閣權 是要讓執政黨跟在野黨能相互制衡 不過新科立委們都還沒就任 民眾黨就放話要倒閣還是引發綠營不滿 像這種話真的已經有很多 憲政方面的專壓出來打臉出來指責 其實這恐怕憲政的知識是有一點不足的 洪志涵批評陳志涵憲政知識不足 因為根據憲法立法院要想發動倒閣權 能得由超過三分之一的立委連署 並且要二分之一以上的立委贊成 才能通過提案 而割規在辭職期間 也可以陳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這樣一來所有立委都要改選 不僅得再花一次選舉經費 還得冒著落選的風險 讓倒閣變得難上加難 當選完需要這麼累嗎 這個總是要有個理由嘛 在京德也都還沒有提行政院長 我覺得講這個有點早 賴石寶認為現在講倒閣還太早 至少得等賴清德提出人選 其實過去立法院一共出現過 三次倒閣提案 分別是一九九年李登輝時期 蕭文常任行政院長 二零一二年馬政府時期 陳沖擔任隔魁 還有二零一三年的江儀化內閣 但最終都沒有通過 立法院新會期面對梁大黨勢均力敵 卻又都不過半的局面 提案倒閣會不會成為 藍白合作的其中一部 現在討論真的還太早 接著陳明華 王爺德 SN4主台北採訪報導